每次都升了,現在看看會否醫藥股仲是相對比較容易做 因為其實若明之前最高,歷史高位應該是去到148元的位置 現在其實那一刻本身仍是便宜的,儘管他最近反彈了比較多 去到68元這些位置上落回回,但他要求70元了 但在說未來,因為他也有跟GSK合作 另一方面美國也不再搞他了,之前也說過他沒有跟中國官方的利益輸送 美國也不搞他的時候,如果搞他的時候,他在CIO方面也會繼續有錢賺 但反過來,如果不搞他,是否應該賺得更多呢?未來方面應該前景更好呢? 所以我自己覺得我會看若明方面可以考慮的 其實本身的目標可以回到83元左右 83元一點都不要求高,因為如果以現在的市盈率計算 預測的話大概40倍左右,但他最高其實可以去到過百倍市盈率 如果你說去到80多倍,那都是不到50倍這樣 但是因為他本身的盈利增長,其實大家預期都是比較樂觀一點 因為預期他今年方面,2023年都有超過三成的盈利增長這樣 那麼三成的盈利增長就等於好像以前的科網股 所以變了來說,我覺得若明是可以考慮的 那麼這隻股份,我覺得有買貴沒買錯的,應該問題不是那麼大這樣 那麼遲早,如果市場很牛的,他會升上百元左右 上一些都不奇怪這樣 然後往下看,現在可以收到1200倍的裡面